大家好,我是Sandy 上一堂课我们跟大家讲解了Linux下面 特别是Ubuntu下面的应用程序的安装机卸载 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讲解一下Linux服务器程序的安装机卸载和配置 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难道服务器程序它不同于应用程序吗 事实上在Linux里面它们是一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把服务器的程序 就是这种系统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去运行的这些服务程序 我们给它称为守护进程 那么这些守护进程 我们以后再听到这样一个词的时候 在Linux下面我们就想到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就要运行的一些服务程序 一些服务程序我们就称之为守护进程 那么在Linux里面当然最顶顶大名的守护进程是谁啊 是不是就init呀 就init 还记得我们当时讲 深入浅出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 在Android下面它的一个启动过程 就提到了什么init init下面又initrc 对吧 initrc是google自己开发的 然后下面才是我们的什么zygold zygold这些孵化程序 一步一步的虚拟机的启动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守护进程 也就是随系统启动的我们服务器的程序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还能列举出几个比较知名的服务器程序吗 比方说我们要用的时候 比方说HTTP服务 是不是我们要用吧 HTTPD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FTP服务 FTP服务 比方说在开源领域顶顶大名的VS FTPD 这些程序 那么 在这里我们一看到啊 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加个D呢 事实上这仅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命名规则 只不过这些领域可能都是GNU这样一个领域的 所以呢 他就会想到 哦 这些都是服务器程序 那这些服务器程序都是守护进程 所以就给他做一个Demon的这样一个缩写方 这里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命名规则所吓到啊 我们要来理解他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个命名规则 将来如果你自己写一个Socket服务啊 比方说你写一个Socket server 你可能你自己也可以命名为SundaySocketD 对吧 就通过字面的意思就一目了 OK 这是一个守护进程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正式的进入我们的这个课程 照旧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目标 了解Linux的启动过程 了解Init阶段的初始化的流程 理解Linux的守护进程 重点难点 理解Linux阶段的 就是启动的这样一个过程阶段 并且知道如何去配置我们的服务 考核目标 这个就可能是会被问到了一些面试题 说说Linux的启动过程啊 说说Init阶段初始化的过程啊 特别Init在其中的作用啊 Linux服务程序的搭建和普通应用程序安装有什么区别啊 那么课后的练习就把我在课堂上给大家做的演练 全部都去做一遍啊 全部都做一遍 好 下面我们就来讲解服务程序的安装及配置 那么要讲讲清楚服务程序的安装及配置啊 安装及配置 我们一定要理解清楚我们的Linux的系统的一个启动过程啊 Linux系统特别是Init阶段的这样一个启动过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Init系统的启动过程 这个我在之前给大家简单的讲过一次 对不对 给大家讲过 就是从加电开始 就是从给电源键按下去开始 就是BIOS 然后BIOS启动了之后 他就会去找我们的bootloader 类似于就是在我们Linux里面 常用的Grab 对吧 然后Grab呢 再去引导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的内核 当内核引导起来了之后 我们就会去启动我们的Init这样的一个守护进程 这个是进程号唯一的这样一个守护进程 那这个守护进程就会做很多的事情 做很多的事情 最终逐步的去加载我们的字符终端 加载我们的Shell 一直到Shell了 我们才正式的进入的登录 进入了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 每一个过程都非常复杂的 但由于现在我们没有还没有讲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我不带大家一点点去跟踪这些代码 我们现在先理解一下 先理解一下 在以后的课程里面 我会带大家一点点去跟踪这些代码 跟踪这些代码 关于一个Init的过程 我跟大家代码沟踪 跟踪的话 慢慢给大家讲 都要讲 就是讲详细了 都要讲两三个小时 都要讲两三个小时 那么这个boot 内核启动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在将来 我们做签讯式开发的一个重点 重点内容之一 这块内容就更多了 这块内容就更多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重点研究我们的 因为我们只研究我们服务程序这一块 所以就跟我们 就是我们的内核加载了之后 然后开始启动我们的系统 守护进程这个过程开始来研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从Init开始研究起 Init开始研究起 那么我们就知道 Init的过程中做了哪些事情 那么有的朋友 可能以前也比较喜欢去研究 去研究我们的Linux的启动过程 包括有的朋友说 这个Linux启动的时候 默认着他现在都是进入到字符界面 我希望给他更改一下 我的这个运行级别 让他进入到 sorry啊 就默认的都进入到图形界面 我们希望更改一下他这个级别 让他进入到这个原始的字符界面 而不要进入到我们的X-Windows 对不对 那么大家可能就习惯先去问搜索引擎 那么搜索引擎里面就是说什么呢 去什么Init Table 去找 ETC下面的这个文件 对吧 搜索引擎上全部都教我们 然后但是呢 在Ubuntu里面我们去找 找了半天找不到它 然后我们就说哎呀 网上的文章全都是一大抄 对不对 全都抄来抄去都抄不对 而且你会发现 它的整个过程很多的文件 包括什么 RC.init 这个也找不到 这个也找不到 所以呢 其实我以前 刚接触Ubuntu的时候 我也去找过 然后最后我发现 根本就找不到一篇文章 详细的讲解 Ubuntu的具体的这个启动过程的 所以我也很郁闷 而且网上的那些 大家的那些问答 都振振有词 说怎么怎么样 又成功了 怎么怎么样 又成功了 所以中国人 你会最后你会发现 这些文章 其实都来自于一篇文章 所以中国人一大抄 文章一大抄 而且还不经过验证 所以我们就抛开掉 网上那些文章 大家跟着我的思路来走 跟着我的思路来走 那么在讲解我们的 追踪我们的Unit 启动过程之前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那个操作系统的 一个运行级别 这个是官方的 得来的一个文档信息 官方得来的一个文档信息 而且这些运行级别的话 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 也都能看得到 很多书里面也都能看得到 它有这样的七个级别 从零到六 这样的七种系统运行时候的 这样一个级别 那么零就是系统的停机模式 零就表示这个系统关机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用不上台 用不上台 第二就是单用户模式 就比方我用3D登录 我只能登录一次 只能登录一次 这就是单用户模式 类似于Windows下面的 安全 安全登录模式 它的运行级别是1 那么第三个 叫第二个级别 第三就是这个运行级别 号位2的 是我们的多用户级别 就多用户级别 但是却没有文件 就是NFS网络支持 这个NFS我们后面 在做ARM开发的时候 我们会常常用到 就是我们的网络文件系统 网络文件系统 第四就是用户级别为3的 完整的多用户文本模式 有NFS的支持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再下一个就是级别为4的 系统保留级别 这个级别我们没用 它只是给我们保留 所以这个级别 你设了就没什么用的 没什么用 再下一个就是级别为5的 就图形化的模式 图形化模式的这样一个级别 就进入到我们XWindows 所以我们系统 有的时候 我们去看以前的红帽 老红帽什么的 它的默认级别 都是用的5 但我们Ubuntu 现在默认的级别 都是用的2了 用的2 但是它在2里面 会去启动我们XWindows系统 这个跟配置有关 好 第六就是我们的重启模式 重启模式 这样几个级别 那么这里面最最重要的是 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五个 这样几个级别 我们要给它理解清楚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运行一些系统命令 来查看当前的运行级别 一个是run level 就运行级别 很容易去理解 对吧 第二个可以通过init 你看我们的init 这个守护进程就有用了 这个函数 这个方法 然后就是init 然后后面跟上这样一个级别号 就可以进入到不同的这样一个运行级别 好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级别 启动一下我们的系统 我给它切换到字符界面 我们先用run level 查看一下当前运行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它当前的运行级别是2 当前的运行级别是2 那么2代表什么呢 2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代表的进入就是进入我们的这种字符终端 然后它是不支持NFS这样一个网络文件系统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Gubuntu的默认的启动级别 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init 对它进行一个级别的切换 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个根权限 root权限 init加上新的级别号 比方说我要给它变成图形级别 图形界面 或者先切换成3吧 支持NFS的 大家看 它就切换出来 怪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在run level看一下 大家看 它的级别是不是就变成3了 那你说桑里这个不明显 那我们再试一下 init5 进入到图形界面这个级别 好 现在就变成了图形界面这个级别了 那有的朋友说 有的朋友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图形界面呢 原因是在于啊 原因是在于其实只是从级别上面来进行划分 但是真正的是否是启动我们X Windows 那么还要看我们后面的一些内容 包括就是我们在各个级别里面 他默认的启动了哪些服务程序 对吧 默认启动哪些服务程序和一些初始化的这样一个命令 就是我们RC的命令 那么事实上在Ubuntu里面虽然级别是2 但是他也是支持我们X Windows的这样一些启动进程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当时有一个特殊的级别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第六个级别 第六个级别是不是重启啊 是不是重启 我们试一下第六个级别 看是不是系统就重启了 因为要把它切换到重启这个级别里面 好 他就重启了 好 这就是我们对级别操作系统级别的一个了解 现在有了这个级别了解 下面我们来追踪一下 init初始化的这个阶段 那么init是哪个阶段呢 是加载了内核这个过程啊之后的这样一个阶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已经通过跟踪啊 把这个init初始化的步骤写写出来了 但是这个步骤并不方便大家去理解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思路是什么 我的思路是什么 事实上啊 从我们Ubuntu了之后 从我们Ubuntu之后 在这一块init的过程 它是比较复杂的 在以前的Red Hat里面 它的init过程是一个线性的 就是 先启动init这样的一个守护进程 启动了之后 又启动下面的 比方说init tab 去调用这个init tab这样的一个配置 这样一个配置 然后又去调什么init rc啊 然后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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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都是一个一个弄完了 那这个光这个过程可能就有差不多十步 那大家想象一下 这种线性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会很慢 会很慢 对不对 所以 Ubuntu从几点 好像是四点几 还是几点几的版本之后 就给它引入了一个专门 作为系统启动的这样一个工具 这也是一个开源工具 叫upstart 从这个名字上就很容易理解 upstart 这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是基于事件的 基于event 基于事件的 那么这个基于事件的工具 它的好处就是 比方我在init去调了一个东西 然后触发了一个事件 那么它就会可能会产生一些分支 它是可以根据事件的分支 这个来处理 来处理 这样子的启动步骤就会相当比较快 当然了 我们现在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还是按照线性来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要掌握初始的话 我们就要先去考虑什么呢 先去去研究一下我们的upstart 对不对 研究一下我们的upstart 那么这个upstart 怎么去研究呢 当然我们同样的也是去到 它是这样一个官网 也是去到它的这样一个官网 到这儿 登录一下 我在init 我在init下面访问吧 upstart homepage 因为这些都是老外的 所以我们就用google 好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官网 那么 你看 它说了 从ubuntu 6.10之后 就开始用它了 ubuntu 6.10之后 就开始用它 然后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的source code 给download了下来 我download了给1.5的 这样一个source code 那么为了方便分析 我们以前都是在linux上面 进行分析 对不对 下面我在windows下面 进行一个分析 用我们的source insight 这个工具 大家看我深入浅出的 和我高级课程的 都知道这个source insight 我们后面会用这个工具 大量的来分析原码 大量的分析原码 特别是我们后面 讲底层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要大量的 进行一个原码的分析 那么这个工具的操作 我这里就不讲了 大家不熟悉的 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深入浅出课程 在这里 我在这里 已经把它引入出来了 这就是upstart 这上的这个是linux的 3.4.4的内核 我们先看这个upstart 切换过来 那么找到它了之后 当然我在这里 我下载到哪了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下到这儿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upstart的原码 那么upstart的话 它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 守护进程 也是我们的init 对不对 这是我们冤定好了的 那么就看init里面的原码 有event事件的原码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是重点要找main 主函数 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里 我们把它引入进来过后 我们就在这里找一下main函数 好 这就是main函数 那我们再找一下它的入口 那么就在这里 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 简单的看 因为现在我还没有给大家讲到那个c原重点难点 虽然在这个课程是要求大家有c原的基础的 那么但是我现在先不带大家详细的去通读这些c原代码 包括后面我们也要用到很多系尔脚本 这个也是后面的内容 那所以我大致的带大家去走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看不明白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讲的你能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在这里main函数 那么先进行一个handle的这样一个init handle的初始化方法 这个方法大家当然可以去跟踪下来 那么在这里他会说 这个守护进程是通常就是启动了进程 启动了我们的内核之后会被执行的这样一个守护进程 那么它的进程ID是1 进程ID是1 那么它实际上调用的 就这个init实际上调用的是sbin下面的telenit这样一个工具 或者我们叫程序 然后我们一步步往下跟踪 一步步往下跟踪 然后最终我们会跟踪到 就是它调了telenit telenit telenit是什么的 是我们的内核里面的一些方法 是我们内核里面 那么这些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要去跟踪一下圆满 这个main函数 包括在这里你看 他还讲了我们这个init在初始化的时候 做了哪些工作 比方说他还mount了一个proxies proxies我们知道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文件系统 还有加载文件系统等等 是我们的一个虚拟文件系统 好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带大家去编译了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起点是在哪里 起点就是在我们的upstart upstart这样一个文件里面 那么这里我不带大家去做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编译过程 那么实际上他说了实际上用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init是放在系统bin下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用where is查找一下 where is init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sbin下面 sbininit下面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ps-1f来看一下 验证一下 他的进程id是不是1 算是级别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看 一般init都是放在第一个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表示他就是很多进程的一个复进程 对不对 他的进程id是1 进程id是1 然后他实际上用到的是谁呢 实际上是用到的tileinit 用到了这样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我们再去跟踪 跟踪来就会跟踪到 他的这样一个过守护过程 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只需要 就是在这里我就不带大家去详细的跟踪了 因为在这个跟踪代码过程中还蛮麻烦的 我的跟踪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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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跟踪了 glaube